對傳言忍無可忍 楊覓怒發聲明反擊 29歲的內地女星楊覓 在生完女女小糯米復出之後 真是是非不絕 這篇箱就傳她和老公劉海威分辨 另一篇箱又說她和新劇對手李逆風撻著了 真是好亂 就在謠言傳出之後 雖然楊覓和老公在農曆新年時 一同現身北京機場 想藉著行動斬斷謠言 不過都阻止不到離婚傳言在網上繼續放散 就在昨晚 楊覓所述的公司終於忍無可忍 正式發出律師信 否認這些不實傳聞之外 更加表明會透過法律途徑 去追究所有侵權主體的全部法律責任 直至捍衛自己的聲譽 意圖權 其實 之前楊覓都試過對負面新聞作出澄清 不過 成後看來似乎不是那麼大 而今次激到她要法律師信 採取法律行動 看來今次她真是很生氣的